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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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块黄柱草倒得比较厉害 因为当风 所以全然把它砍倒了 现在铺到这个田里面 让它稍微干一点 干一点之后再把它拖回去 直接打了胃牛 这是上午砍的 上午砍的 叶子已经开始秧了 太嫩了 血分太足了 像这个季节的黄柱草跟甜香草 还是比较嫩的 虽然这个长度啊 有一两米长 下面那一节啊 很嫩 那个镰刀砍的话很好砍 像再老一点了 砍得比较硬了 相对来说要吃腻一点 今天 叫了几个人过来帮忙 直接砍倒了两块钱 到时候 自己就用车拖 因为这几天下雨 下雨的话就没办法拖 车没办法下来 我刚刚用铲车拖的时候 那个沟里面有水 那个铲车都差点陷到里面了 像去年这么短的时候都没砍它 最少要长到三四米左右 这才一两米 今年是砍到最早的 没办法不砍不行了 全部倒了 倒了之后 它压在一起啊 到时候中间的就会烂掉 底下的就会烂掉 所以必须把它砍掉 像以前去年的话 它只是风吹倒 风吹倒的话 它有的可以长得起来 倒的不是很厉害的情况下 就像上面这种 有些就可以长起来 但是今年的风太大了 很多杆子是折断了 所以就没办法 只能提前收割 这块铲是刚刚砍完的 所以那个草很新鲜 这个是上午砍的 上面的草就已经秧掉了 这个就明天 等它们干一点 明天再去拉吧 因为太太湿了之后太重 水分要太大 像这种高水分的大水分的黄猪草 你喂牛的话 如果不加干稻草的话 就很麻烦 容易拉稀 不过好在我们这里 常去吃干稻草 也就无所谓了 那会直接加到我们的料里面 很好啊 牛很喜欢吃 因为我们的牛很久没吃过这种青草了 如果是单独的为这种很嫩的黄猪草的话 有些牛就不行 这上面的树多一点 所以这个不当风 这一块还好 倒的不是很多 中间倒了一点点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基本上其他的都没倒 这一块甜就可以晚一点收割了 像这边去年没有盖薄膜的 粗苗粗的很短 现在才一米左右 盖了薄膜的已经长好深了 好 好